大家好,又是我五哥,今天先解答网友的问题 有位网友问我,想学做YouTuber,即是拍片,问我要怎样做,没什么IT的知识 但又想学我拍片,好像这条片,2019美国语言这条片,问我要怎样做,是否需要下载APP,要做些什么 我今天就说,如果你有心拍片,你肯做就行了,很简单,零消费你什么都不用付钱,只要做就行了 今天我就说一个最方便,我开始也是这样的方法,最简单,怎么做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设置就可以了,那请大家来 首先,当然就要有设置,那工具和设置是怎样呢,就是手机和有线耳机 那就不要用蓝牙耳机,因为蓝牙耳机大家知道有时会有断线,收得不好 有线耳机就一定没有这个问题的,一定会收得很清晰的 那这个薄法就像现在这个公仔那样了,那你的口就刚刚对正,就是收音咪刚刚对正口下面,那掛在耳上 那一边就带耳朵那边就不能带耳朵,那另一边就不能带耳朵 把手机挂在耳朵,目的是想把口对正那个麦,那你就会收得很清晰,也没有闭纸的 就算在户外錄,都很OK的 這就是第一個設置,第二就是你用手機的螢幕錄影 iPhone也有,Android也有,一定會有一個螢幕錄影鍵 按了這個螢幕錄影之外,記得開啟飛行模式 我現在這個流動數據開啟了就不對的 你要記得開啟飛行模式,藍色,令到它不會有數據 因為你錄影中途,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們都很忙的,很多時候都有很多訊息 很多WhatsApp,Line,WeChat,不停有人找你 那你那些螢幕上面,因為它是螢幕錄影 講得螢幕錄影,就是你螢幕上面有什麼彈出來都會錄光 那你又不想讓人知道你這麼多私人東西 狗姑拉又找你做什麼,三二嬸又找你打完鳥 什麼都會錄光出來的,會錄光 如果之後因為出了這些而要撿影片,你就很煩了 那倒不如完全沒有這些障礙,那就最好了 所以記得開啟螢幕錄影之前,就要設定飛行模式 這是第一,第二就是錄完片之後 我一會兒講怎樣錄片 就是開始錄影,錄完之後 停止了,就上載條片 上載條片,就選擇很簡單的 主要錄影就是要靠這三個App 一個YouTube,一個記事寶,以及圖片庫 為什麼要圖片庫呢? 剛才我給大家看了,例如有些想拍下一些照片 或者你可能截了一些雜誌,或者截了一些圖 或者截了某些情景,你想說那件事 所以很多時候都可以用相片來直接做錄影 上載條片,剛才說,你就只要開了一個YouTube 跟著就選這個影片,在上面 選完影片之後,就是這個加號 這個加號,跟著選這個影片 選完影片之後,就打回這個標題和說明 那就搞定了 跟著我們就講一下,例如內容 我通常是怎樣做呢? 最簡單就是用剛才說的記事寶 例如我講之前,我就會把圖片放在這裡 你要講些什麼,可能整個script都在這裡 你可以跟著講,就可以做錄影 例如今天大家都知道,大家熱話的 就是這個緊急法通過了禁蒙面法 今天10月4日到凌晨之前 大家還可以戴著口罩出門,不用擔心 明天開始,你就要小心了 因為你要考慮清楚 因為有朋友的學校都出了通告 就通知各家長,小朋友 以後如果有病,就最好還是不要上學了 你不要戴著小朋友,戴著口罩上學 為免有危險這樣 那樣,真還是假不知道 各位有小朋友的,應該清楚過我了 這是第一點我想說的 第二點就是,有了禁蒙面法之後 大家開始,如果你未做 之前我都講過很多次 資產配置,你要自己小心 因為香港經濟下行是開始了 是開始了,不是現在開始了 是開始了,股市向下也不用說了 也有很多專家都說股市的行指有機會去到一萬點了 一萬點,是很誇張的 如果真的去到一萬點,真的很誇張 還有很多外資都已經有撤離的計劃 其實這個外資撤離已經不是這個月開始了 我很多個月之前,大約半年前已經有人告訴我 是在撤離的了 已經在做事了 到現在這一刻,立了這個法 香港會怎樣呢?大家小心 經濟都沒有什麼機會有什麼好轉職像 現在這一刻,完全看不到香港 有什麼光明可以轉去好那邊 失業率,下半年開始就應該聽到很多壞消息了 會財源,會動身,會大家有些挺身留職之類之類 這些負面消息應該會看到這些新聞出現 此其二呢? 第三點就是想說一下 既然香港經濟真的這麼差 其實大家真的很需要,不要只要自己 只是現有這份工作 真的要想一想一些後路 Youtube可能是其中一個 可以試一下像我這樣 我這個頻道也是由去年的11月開始 做到現在 現在都可以由這個Youtube頻道 令我找到一些收入 這個是自己的一 第二就是我經常都推薦大家 可以試一下做Sopify 因為真是一個很低成本去做一些生意 而做一些生意 成功機會都挺高的 怎麼都一定好過你現在走出去 就算便宜租 香港就算便宜租 你出去做一些實業一定會好得多 大家都知道香港租便宜 你都是為業主打工的 所以Sopify我是建議大家去參加的 另外最後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賣廣告 自己有一個新平台 在Patreon上 在這條連結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進去支持一下我 現在已經有十幾位 有心人支持我 其實收費很便宜 每個月15元 你就可以進去看到我一些 在Youtube公開我不方便說的秘密 我會教大家如何由零開始 用Sopify賺錢 將會是真人示範的 今晚會有第一條影片 如果有興趣 就不妨進來看看 支持一下我 好了 其實剛才基本上示範了 怎樣去 很簡單 只是用手機 就可以拍片 拍完條片 這個一個稿 就用了這個 用這個記事寶來做 記事寶寫了你想講些什麼 CAPSite圖 你會很有系統的說 講完之後 也很簡單 只是用Youtube這個apps 就可以上載影片 然後就可以開你的頻道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你說 要做一個Youtuber難不難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難 只要你有心做就可以了 我經常都說 有些事情 真的欠你行動力 不要只想不做 只想不做 你永遠都不會成功的 不要給自己藉口 我IT不行 我又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又說話又不好聽 我聲音又不好 之類之類 千百個理由 令自己說服自己 不去做 其實你只要一個理由 你想做就去做 就是這樣 今天這條影片 希望幫到這位網友 希望很快看到你的頻道 開你的頻道 開你的第一條影片 放上Youtube 最後如果你有興趣 亦都想花多點時間 你可以上我之前介紹的 Youtuber Go的課 你用我的link 可以減二百元 你覺得是想真的認真去學呢 其實很有系統的學 就跟Youtuber Go去學 其實我都上完他初中高班 我從中學了很多東西 Rio真是一個很有心的人 還有香港人 是用廣東話教學 所以我都很支持他 所以都介紹了朋友 很多朋友去參加他的課程 今天條影片就說了這麼多 希望幫到有心 真的想試下做Youtuber 其實不難的 做就可以了 今天就是這樣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